习近平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 于9月24日集体学习 主题是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这被译为习近平在用务虚不务实的办法 应对中共内部日趋分裂的各个派系 官媒新华社称 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表示 这次学习的目的 是要回顾中共建政70年来 国家制度、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 思考如何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而中共政治局8月公告 中共19届四中全会定于10月照开始 也宣称四中全会的主题是 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将这次集体学习的目的与中共四中全会的主题两相对照 内容基本一致 因此有分析指 习近平就是在利用这次集体学习会来为四中全会预热 从习近平在学习会的讲话中可以推断下月四中全会的目的 对中共所谓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进行所谓理论上的总结与构建 也就是说 这非常可能将是一次以物虚为主的会议 这可能是习近平用来对付中共政治局的手法 时评家陈破空日前就在自由亚洲电台的专栏中说 习近平正在用避时就虚这一招来对付党内政敌 尤其是向他兴师问罪的政治老人 也就是说 锁定会议主题避开现实问题 诸如香港大抗争 陷入僵局的美中贸易谈判 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 以及持续恶化的宏观经济 全国性猪肉危机等等 同时 习近平抓住四中全会前十一大阅兵这个机会 来向党内政敌宣誓武力 这可能也是北京将四中全会拖延至十月才召开的原因 先借十一震慑对手 再用务虚的办法带中共高层在四中全会上游花园 今年的十一阅兵 除了耗资 规模及安保级别军创记录之外 北京提出的阅兵主题也被认为是罕见的 陈破空说 阅兵主题的第一句就是坚定维护核心 把维护习近平的最高地位作为大阅兵的头条主题 不仅在世界各国罕见 即便在中共历史上也罕见 这反倒暴露 习近平的权力远不如外界想象的那般强大 他竟然需要借用大阅兵 并操弄大阅兵主题来强要自己的权位 这也就是中共的特色 陈破空评论说 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 其权位和地位并不在于治国有方 而在于弄权有数 一党专政的哲学就是这么简单 北京还敢在十一前努力向美国示好 美国总统川普在联合国发表针对中共的严厉言说 美国参众两院外委会移植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对中共来说都是犯了大忌 但北京不仅没有翻脸 反而继续向美国购买大规模农产品 中共商务部26日还发文称 中美正保持密切联系 为下月的磋商取得积极进展做准备 另外 上周宣布弃台转投北京的所罗门群岛 传出新消息 曾在内阁表决会议上用弃权的方式力挺台湾 反对与北京建交的所罗门前总理何瑞朗 对所罗门星报透露 北京当局要求索国政府赶在10月1日最后期限前 做出转向决定 何瑞朗说 这令他和同僚为索国感到难过 因为现任总理仓促地做出关系如此重大的决定 有观点指 北京硬砸5亿美元换所罗门现实转向 是力图借此为十一增光天才 也令习近平在10月四中全会上 面对中共各个派系时更能站稳脚跟 然而 台湾上报注意到 北京对所罗门除金元之外 还派出医疗团队前往取代台湾的团队 而负责所罗门医疗计划的团队 疑似就是去年设黑心疫苗的 长春长生公司背后的吉林邦 以及与长春长生关系密切的武汉生物 吉林邦一直由习近平的政敌 江泽民派系操控 长春长生与江派多个成员都有密切往来 所以他们进驻索罗门 既可能是这一派系被习近平收编 也不排除另有内幕 习近平一边炫耀武力 一边在外交方面营造虚幻假象 有观察人士认为 这里不开王滬宁的背后献祭 但中美贸易战 香港民主运动都指导中共死穴 北京这些手段不能真正解决四伏的危机 以上新闻由欧洲西方直升记者正平报道